简单领悟的小踏板车里 基本上都是万元以下的 你像悠悠啊 悠翼啊 悠外啊 其他的骑有小海豚 丽梦 锐梦 丽彩 这些都算是万元以下的踏板车 选哪一种最合适呢 有人说 悠外 因为我买的嘛 就是这款蓝色的悠外 其他的咱不能说啊 反正两年之内 我是没有把我扔在过路上 因为我提车的时候啊 直接就把这个轮胎换掉了 铃木的优外百年版和普通版 两个车相差了大概五六百块钱 最大的区别就在于他的这个轮胎 一个是成员普通胎 另外一个是腾森的半热熔轮胎 我觉得 对于买万元级别以下的踏板车啊 咱最注重的是什么啊 因为毕竟这种小踏板 它没有ABS 这个时候呢 咱只能把安全性寄托于自己 右手控制速度的同时呢 轮胎抓地力一定要强 所以说我那个时候 提车就把轮胎换了 咱现在可以看一下啊 现在有了这个U1 一二三四五六 六个颜色 老婆你觉得哪个颜色最好看 老公七个颜色呢 哦对 我这个一直不数数 哪一个贵二百来 我都忘了 那个渐变色 这个贵二百 对 看外观看上去啊 是不是U1比U1小一圈 咱实际的测量过 U1和U1的区别并不大 两个车 比如说脚踏的空间啊 还有这个这一块的横向的空间 以及这个坐垫的长度 相差并不大 但是U1呢 相比较U1来说 它的坐垫窄 稍微窄那么一点点 好处是U1上搭载的这颗 后边的这个尾箱要比U1 U1要大 看似和笑脸似的 这个 灵木的 锐梦 其实你像灵木的这些 没有搭载超级星的这些发动机里啊 也有一个 属于他们的亮点 你比如说这个锐梦吧 你可以看一下 它这里有一个远近光的一个切换 对吧 嗯 锐梦还有这个 小海豚 力彩都有这个功能 力梦咱现在还没有见到 不知道有没有 我觉得应该也有 要是真不在乎这个外观的话 还真该选U1 为啥呢 首先你这个这一块空间多大 对吧 而且它没有这个往上的这个卡口 这个腿放在上面绝对舒服 并且呢 它原车就有着这个保险杆 你像咱呢 U1啊 U1啊 还得再多花个一二百块钱 加装这个保险了 哇 其实该升级升级在哪呢 哈 你看原车就没有这个 USB的接口 这个确实是需要升级 大统空间方面 这三款车 UU U外 U1 基本上是一样的 多合适 你看都现在送保养 咱那时候摸也没送 是吧 518 哦 你不是说我都没看到 送518元保养 相当于变相优惠了500多块钱 对 上菜有个人跟我说 哪有车是双油门拉线的 这不U外都是吗 U1也是双油门拉线 铃木 这个济南铃木旗下的 应该都是双油门拉线 能看到那个 小海豚是不是 小海豚我记得也是 小海豚不是 小海豚不是 这又不是的 怪不得有人说呢 双油门拉线 什么 蛋油门拉线的 买双油门的 肯定比蛋油门的好啊